中国女竹能横扫日本独冠吗 水信侠说出了心里话 球迷们听懂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S3 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女竹 即将要迎来日本队的一个巅峰对决 那么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 很多球迷也都想知道 中国女竹这次真的能够打败日本队的 我们的主帅水信侠 他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接下来具体啊 他要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先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亚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中国女竹 关注水信侠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众所周知啊 今天晚上的巅峰对决将会在下午6点20分的进行 那么我们中国女竹呢 将会在东亚亚洲杯之后呢 再一次去争夺这个冠军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呢 这场比赛呢非常关键 我们必须要去拼全力的拿下对手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 在日本的这个东道组的一个主场的话 日本队呢可以说是非常想要拿到这个冠军 这种心情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们首先看到日本队的主力要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们表示想要在主场呢完成复仇 因为在此前亚洲杯 我们是让日本队的亚洲杯的一个梦想呢 此步半决赛 所以这次到了他们的家门口呢 自然是想打败中国队 争回一口气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主席的相关球员呢 也在采访当中表示说呢 要打败中国队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他们整个上下确实呢是憋着一股劲 想要向他们的球迷证明呢 他们一定能够打败中国女足 因此对我们很多球迷而言啊 目前来看呢也都想知道一个答案 就是日本女足真的能够打败我们吗 我们中国女足又有多大的把握 能够横扫日本队夺冠了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包括啊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展望是什么样的呢 而就在最近我们看到在出征这一次的亚洲杯之前 东亚杯之前呢水性侠在接受央视足球之夜的一个采访当中啊 他也在采访里面呢说出了一番心里话 在这一番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水性侠对于这一次真正比赛的一个看法和展望 也是让我们很多球迷呢彻底听懂了 也了解到了目前的形势 在这一次采访当中啊 其实水性侠对于接下来这场比赛的话 他没有盲目自信 也没有说呢过度自信爆棚 他是这么分析的 他认为呢 你想要战胜日本女足呢 不是说拼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短板的东西啊还是需要去提高 可能中国女足会输球对手呢也在提高 心态上啊我们还是要好一些 把重心呢放在技战术的要求上面 所以从水性侠这个主帅的说法当中 其实我们已经能够了解到了 目前在教练主看来 认为我们中国女足不一定就能够打败日本女足 因为他认为我们中国队虽然在亚洲杯获得好的成绩能力有提升 但是关键是人家日本队的能力也有提升了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够打败对手拿到这个冠军了 那么这种的话 其实水性侠对我们整体的要求不一定是要夺冠而是要求这些球员的心态上要好一些 重心是放在技战术的要求或发挥上面 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这场比赛的话其实不要求你一定要打得多好 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把平时训练的技战术呢发挥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在这些比赛当中呢去展现我们的实力来看到制胜的不足 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达到在这一次东亚杯练兵的目的为了后续世界杯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因为这一次我们本身去面对东亚杯的比赛就是过来练兵的冠军呢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达到就最好那么拿不到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水性侠这番话当中来看的话中国女主这次还真的不一定了能够轻松很少日本队夺冠 所以相信很多球迷在看到了水性侠这方采访之后呢 应该也能够听懂我们目前整体的一些看法 不要求一定要夺冠所以大家呢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如果说有惊喜当然最好如果说确实啊是整体呢既不如人的话 大家也要继续支持我们中国女主期待他们在2023年的世界杯拿到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劳求拜拜